Do S Infinity 大无限乐团首度在台北Legacy连续飙唱两天。 日本摇滚乐团Do S Infinity 大无限乐团即将5度当台,三度在台开场,确定于21分之7、6、和22分之7日,在台北拥峰。 Legacy By Pay举办Do S Infinity Live Tour 2018。 Alive In By Pay大无限乐团2018巡回演唱会,Alive演唱会,这是大无限乐团首度在台举办连续两天的演唱会。 大无限乐团当年出道不久后,便曾在2000年访台拍摄代表歌曲《斗鱼》的单曲封面。 当时走访九份与夜流,让大无限乐团留下深刻的台翁印象。 终于在去年,也就是出道18年后首度在台举办单场演唱会,现场大爆满,让大无限乐团印象深刻。 女主场,半、都美子笑说,演唱会现场与观众全都融为一体,身为表演者的我们好享受。 也因此,距离不到一年,大无限乐团便确定将再度来台,而且会于21分之7、6、和22分之7日,首度连续两天在台开唱。 事逢今年是大无限乐团复活10周年庆,亦是即将迈入出道20周年的特殊年份。 大无限乐团在接受日本媒体的访问中,畅谈许多心路历程。 聊起两人现在的相处模式,大度。 亮笑说,我们之间的相处比较像世界历史一般。 都美子笑说,就像是和气道,对吗?大度。 亮大笑说,是啊。 和气道是双方使用对方的力量,而不只是担忧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武术。 巧妙的比喻让现场充满欢乐的气氛。 不过熟知日本乐团的乐迷都知道,其实大无限乐团也曾经立宣布解散又付出的转折,对此大度。 亮表示,当时大家都缺乏好好沟通,也带住情绪,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。 半。 董梅子富贺说,是啊。 当时盲线戏话题回到大无限乐团付出后,两人又是如何互动,可以持续至今十年,大度。 亮笑说,我比董梅子大个七八岁左右,当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,我把自己压回与她同年龄的时期,以当时的脑袋跟她讨论并表示,其实现在想想,当年的世界,反而造就现在的大无限乐团展现成熟扩达的音乐观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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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